在一片宁静的森林里,小熊和他的妈妈生活在一起。 他们形影不离,一起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。 有一天,小熊萌生了一个想法, 他想送给熊妈妈一份特别的礼物,以表达对他的爱。 小熊想住他能给熊妈妈什么。 他在森林中漫步,在树木、花朵和动物中寻找灵感。 一路上,小熊遇到了三只正在采集坚果的松鼠。 松鼠们建议他给熊妈妈一篮子坚果,因为这是松鼠的美味佳肴。 小熊喜欢这个主意,但他还想要再想一想, 他想要送妈妈一些更特别的东西。 再往前走,他遇到了一只正在筑巢的鸟儿。 鸟儿提议教小熊如何为熊妈妈做一个舒适的鸟窝。 小熊觉得这个想法很迷人,但他知道,熊妈妈已经有了一个温馨舒适的小窝。 最后,小熊遇到了一只正在采蜜的蜜蜂。 蜜蜂建议他为熊妈妈制作一束五颜六色的花束。 小熊觉得这是个好主意,决定采摘森林里最美丽的花朵来制作花束。 小熊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采集花朵,仔细挑选那些闻起来最香,颜色最美的。 制作完花束后,小熊把礼物带回家,送给熊妈妈。 熊妈妈惊讶极了,看到这束美丽的花,她非常感动。 眼里闪住喜悦的光,她抱住了小熊。 熊妈妈说,谢谢你,小熊。 这束花非常漂亮,你永远是我最爱最爱的宝贝。 小熊笑着回答,我爱你更多,妈咪,你是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的人,你永远是我最爱最爱的妈咪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